我终于办到了 大纲 引出主题 内心疑问 想成为班长 但遇到困难 面对困难 努力 挫折 自卑 不放弃 从挫折中学习 努力提升自己 成功的喜悦 最终办到了 当上了班长 总结 努力与坚持的重要性 完整作文 一路来 我的内心终是发出一个疑问 我为什么不能够当班长 难道是我的努力不够好 我感到非常伤心 渐渐的性格内向和自卑 每次选举班长时 我总是黯然失色 看着别人笑竹颜开地 接受着同学们的祝贺 而我只能默默地躲在角落里 尽管如此 我并没有放弃 我知道想要实现梦想 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而 即使我努力了 每次选举结果都让我感到失望 我的自信心也逐渐地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但我没有放弃 我知道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从每次的失败中学到了更多 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告诉自己不要放弃 只要我坚持下去 总会有一天成功的 终于 在一次班长选举中 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与同学们分享了我的想法和计划 虽然我依然紧张 但我相信自己 最后 当班主任宣布选举结果时 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终于当选为班长了 那一刻 我内心的喜悦无法言喻 我终于办到了 我没有放弃 我坚持了下来 我证明了自己 从那一刻起 我明白了努力与坚持的重要性 我学会了面对困难 不断进步 通过这段经历 我深深的体会到 只要心怀梦想 不断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只要你们不放弃 你们也一定能够办到 请不吝 monde